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前一陣子的新聞 勒索病毒一有在想辦法重出江湖 想再置魚肉鄉民要錢花 勒索病毒無所不在 而且目標在各大品牌的NAS網路引體 駭客使用暴力破解管理員密碼 再把你的資料加密鎖上 而達到勒索的目的 我的天啊,那真的即便你的NAS是安全的 那也真的防不勝防啊 自從我試用完NAS後 評估之後覺得NAS確實可以投資 在跟香嫂百般說服慫勇 又冷戰了好幾天之後 終於讓我如願以偿 買了一台NAS 現在我和香嫂的重要資料 都移到NAS存放了 被勒索還得了 真的無湯哦 還好在Synology群威科技 和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技協調中心 前稱TWSIRR 以透過與國際資安組織合作 於7月26號撤下駭客執行攻擊的主機 並控制住災情 雖然事情是告一段落 危機解除 群威與TWSIRR同時呼籲全球NAS用戶 加強系統安全設定 藏寶系統更新 使用原廠系統才能確保資料安全無餘 今天我來教大家5個大絕招 讓你輕鬆戰勝勒索病毒 為了資料安全 大家一定要做好萬全準備 我現在就來操作示範給大家看 絕招1 首先到你NAS控制台的使用者帳號中的進階設定 啟動密碼強度限制規則 絕招2 再回到使用者帳號 新增一組具管理員權限的帳號 並停用系統預設的ADMIN帳號 絕招3 再到控制台的安全性把帳號中啟用 自動封鎖來阻擋 嘗試登入次數過多的IP 這一定要開啟 這功能像是有人撿到你的提款卡 到提款機猜測你的密碼 而錯誤3次就會鎖卡 保護你的財產安全 絕招4 再回到主選單的安全諮詢中心 來為你的系統做完整的安全性評估 絕招5 最後也是最重要 自己用你的快照功能來保護檔案和資料 若不幸檔案遭受加密 能可透過快照來復原 如果忘了什麼是快照功能 右上角有影片可以點進去回憶一下 首先到主選單中開啟Snapleshop Reputation 再左選單按快照 查看一下你有什麼重要資料還沒有設定到的 如果有不常用到的資料 也是可以用手動拍攝快照 來做一個還原點以防萬運 完成以上的步驟和設定 才能讓你的NAS遠離勒索病毒的攻擊 千萬不要答應而忘了做千金難買早知道啊 因為資料的貴重是千金也買不到的啊 所以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 也記得把你的鈴鐺打開哦 這樣隨時才可以收到我上傳的最新影片 掰掰